今天下午我们接着进行上午的操作 上午我们讲到关于酷操作这一块了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还有表操作和记录操作 以及后面还有一个还原和备份的东西 那么先来看一下表操作 表操作这个地方的话 相对而言和酷操作相比呢 它就稍微复杂一点了 它有以下几个操作 第一个呢叫show tables 那么show tables这个和我们上面这个呢 有点像 上面有个叫show databases 这个databases呢就表示数据库 那么下面这个table table表示表表格 那show没有变 所以呢它表示作用就是 显示指定数据库 不能说指定吧 当前吧 当前数据库 当前数据库中 所有的表 所有的表名 所有的表名 这个作用 show tables show tables 这是table table表示表 加s表示复数 这里面可能有多个表 显示所有的表名 然后这块需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必须先use数据库 必须先use数据库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必须得先选择一个你想操作的数据库 因为我们说库里面是不是包含表 你要是登录进来 你要是登录进来买色套之后 你不选择库 你直接用 这个能不能行呢 咱们可以试一下 咱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登录了 所以我先退出一下 然后呢 我来找一个密码来试一下 密码 要是没了 咱往上走 show typos 他会告诉我吗 他说now database selected 没有选择数据库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验证了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 必须你先要去use一个数据库 你只有use了 你才能去说显示当前的 你如果没有当前的 你怎么去显示表 所以这个不要忘了 必须先去选择一个数据库 这是第一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执行 待会儿我们就执行一下 先待会儿我们把这个所有命令看完 第二个呢 叫creator table 加表明 注意这边还没有结束呢 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 他呢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这一块 其实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不要把它给拆分了 我把它标个颜色 create table表明 那么上面呢我们有个叫 creator database 表示创建数据库 那么现在你看到 create table的时候 应该想到它是干嘛的 对 它的作用就是创建一个 数据表 那么在哪创建呢 在当前数据库 在当前数据库下创建一个数据表 那这个type 后面跟着这个呢 就是表的名字了 所以表明的一个命令规范呢 我们就建议大家按照之前 我们所讲的这个 谢要变量名 这个命令规范来就行了 只要不包含特殊字符 空格和汉字 这一类东西呢 就可以了 最好呢也不要以数字开头 这是表的命名 然后后面的话 小块 小块 闭合 小块 小块闭合 然后呢 中间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看的重点的东西 这边呢 要记的东西就可是多了啊 稍微多一点 第一个 列名称1 列名称1 列名称 列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字段 一个表格 它是不是有横着 有竖着的 竖着的那个 我们称之为叫列 也就是类似于 这么个情况啊 打开它 我们一般呢 看到一个表格 它在上面呢 应该都有这么个东西 比如说 序号 然后呢 姓名 然后呢 年龄 然后 性别 性别 就写这么多吧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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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 在没学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称它 称它为叫表头是吧 表头就是 让我知道 这一列放什么数据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表头的含义 那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在说这个什么 列名称的时候呢 就是指的是它 就是这一列 我要放什么数据 它什么含义 给它起个名字 你比如说序号 那后面就是 1 2 3 4 那这个呢 就是列的名称 这一列就是列的名称 表示 这一列是干嘛的 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不写列名称 我们直接看1 2 3 4 你知道它啥意思吗 它可能是序号 可能是联名 也可能是其他的 但是呢 我一旦把这个表列的名称呢 给它写了一下 行 那这一列就是序号 不会是联名的 联名的在这边 这个是联名 这个呢 就是列名称 列名称有了之后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数据类型的这么一个概念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网上填一些表格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列 它让你填一个手机号 你能不能填汉字啊 咱找一个网站看看啊 login.126.com 这个网有点慢啊 大概那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有一些那个输入框啊 它让你填手机号 你还真不能填别的 你如果填别的 它就会告诉你 你填的东西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主要就是说 它在你输的时候 就给你进行判断了 只要你这个输的手机号不是数字 它就会报错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呢 主要就是限制你这一列 它的一个数据格式 比如说这一列 我就想要数字 区号就想要数字 行 那我就可以给它绑定一个类型 那这个类型呢 我们称之为叫整形 叫整形啊 数据类型 这块呢 往后写一下啊 常见的数据类型 第一个呢 我们记得几个就可以了 叫INT INT是什么意思呢 INT就是整形 啊 INT就是整形 这个 整形 整形呢 一般就是数字啊 整形一般就是数字 并且还是整数啊 有东西问 可不可能会是负的呢 不可能是负的啊 这里面 起码说我们这个地方 不会用到负的啊 但实际用的时候 可能是负的 但这里面大半价格还是正的 整形 然后呢 还有除了数字 是不是还可以数字母啊 那么字母呢 我们称之为叫 差 但是这个差呢 它是定长的 定长字符 啊 定长字符 就是如果你写了差 括号里面写了个十 那这个列表里面 这一列里面 最多就只能放十个 不能放长 啊 然后还有一个不定长呢 叫VAR CHA 叫VX啊 VX 这个呢 是不定长的 不定长的 不定长的字符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说 假设我们给它定一个VX10 那么万一哪一天 我不确定这个长度就是10 我就一开始觉得 我觉得10够用了 但是哪一天通常不会用了 那没关系 哎 我可以呢 自动给你往外扩就行了 地方自动往外扩就行了 但是这个不行啊 这个如果定长10了 哪一天变成11了 它存不进去了 它不会报错 可能不会报错 有的数据库可能不会报错 它就只给你存10个 最后那个就不管了 啊 所以呢 这地方的话 这两个啊 要注意区分一下 那这三个的话 我们需要记得 其他的那些 咱呢 就不用去记了 为什么呢 其他那个是人家做开发用的啊 咱呢 这地方的话 最用为指导这三个就可以了 Int X和VX 那三个 是限制这一列数据的一个形式 然后后面的话 在这个后面呢 我又加了几个东西啊 NotNung NotNung Nung呢 是表示空的意思 表示空的意思 那NotNung 就是取反 不为空 也就是要求 我这一列的值 必须要有 不能是空值 然后 AlterIncrement Alter表示 自动 Increment表示 递增 Increment 递增 那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我们一般是用在序号上 比如说这个序号 1234 那如果后面我想递增怎么办 在这里面是不是简单呢 填松笔往后一拖 递增了吧 这个呢 就是递增的含义啊 所以我们这块的话 对于一些序号字段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AlterIncrement 意思就是让它自己递增 咱就不用管它了 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后面这个呢 其实也一样 按理说后面这些呢 其实也可以有 NotNung和AlterIncrement 但是AlterIncrement呢 一般就是我们习惯 就是只给第一个字段加 因为第一个字段一般都是序号 所以一般给第一个字段加 至于NotNung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加NotNung 这个地方也可以加NotNung 没有什么限制 如果想加 把这个呢 复制下来造成加就行了 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 它那个列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 最后 这个地方可以加很多列啊 可以加很多列 一行一个列就行了 然后最后呢 需要来个这么一句 Primary呢 叫主要的 K表示键 或者说要是主键 主键在里面 搁上一个主键的字段名 也就是列名称 那什么是主键 我们就这么来理解啊 主键其实就是序号这一列 主键就是序号这一列 就是这个 这个像这种形式 我们就称之为叫主键 主键呢 一般呢 就是一个数据表的序号 一般就是序号 所在的那一列 那一列 然后呢 这个组件呢 有个要求啊 对 组件不能重复 那这样的话 再回头看一下 为什么它有递增呢 因为它不能重复 所以递增 我们一般会把第一个 这个字段给它来个 他increment它 自动递增 所以组件不能重复啊 这个呢 也可以了解一下 后面的话就 结束了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科学显像 没有写进来啊 后面的话 比如说指定我们的 存储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资幅集啊 那些东西啊 那些东西都是可要可不要的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就必须得加了 那列的名称啊 类型啊 然后呢 逐渐拿这些信息 都不能少 这个呢 是创建一个数据表 那个预防 当然这边的话 我为了好看 我是写的多行啊 你可以把它写在一行 没有问题 写在一行也可以 没关系的啊 然后后面的话 DSC DSC呢 后面加表明 它所表达的含义呢 表示描述一个数据表 但是描述的话 这个读起来有点怪变形的啊 换句话说 就是查看表结构 查看这个表 有哪一些字段 然后字段的类型 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允许为空 是不是主件 就是把它呢 以很清晰的一个结构方式 给我们展现出来 是查看表的结构 后面的话 再下面一个呢 叫job type job type 那么刚才有个job type 代个bass 叫删除数据库 那么现在删除表 叫job type 这地方呢 这一句是可写 可选的啊 写不写无所谓 if exas 删除一个数据表 如果表存在的话 存在就删除 那不存在的话 如果你不写的话 那就表示直接删除 不判断成不存在 那么所以说这个呢 是可写可不写的 可写可不写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建议大家写啊 建议大家写 如果不存在 你去删的话 它可能会报一个错 可能会报一个错 但是如果你指定 eob exist的话 如果不存在 它就不会报错了啊 所以这个呢 是可选项 你可写可不写 它所表达的含义呢 是删除数据表 删除一个数据表 最后 use空名 这个没有啊 这个没有 应该是当时复制这个 上面那个表格复制下 忘了删了 一共呢 这几个操作 那现在的话 我们把操作呢 从第一个啊 开始试一下 特别是标红的 这个创建表啊 这个呢 应该是我们今天 接触的比较难的一个案例 上述的语法 那第一个呢 叫做查看所有的数据表 是吧 查看所有的数据表 那么数据库呢 我们现在呢 有看看 show data basis 有的三个 那用哪一个呢 这里面就不要用test了 因为test里面没有表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use test 然后呢 用一下我们刚才讲的面 叫show tables 说怎么了 empty set 空的结果集 没东西 没东西 那就不用它 再换一个 my circle use my circle 然后show tables 有了吧 tables in my circle 在my circle数据库里面 这里面呢 就有对的一个数据表了 这里面呢 就是my circle数据库的一个数据表的这些情况 它有呢 这是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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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表啊 都是表 这是查看数据表的操作 这个命令比较简单啊 和数据库显示呢 基本上差不多啊 换个单词就行了 然后第二个呢 叫创建数据表啊 创建数据表 创建数据表的话 我们这块呢 我们去打创建的啊 去test库里面创建啊 不要在这个my circle库里面创建 在这里面创建 这是系统库啊 你不要乱搞它啊 咱出去啊 use test use test 切换数据获 然后的话 这里面呢 我们来按照这边给个要求 来去创建一下啊 要求呢 什么要求 要求的话 我这个表名 起个名字啊 叫 虾稿 那就虾稿吧 你想虾稿就虾稿吧 sxg虾稿 然后呢 表明 表明的话 这里面呢 我们要求有这几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 要求有字段 如下 第一个字段呢 叫ID ID字段 然后呢 它是整形 整形 多长呢 11位 最大11位整形啊 最大11位整形 然后后面的话 不为空 不为空 然后递增 自增 或者称之为叫自增 并且呢 是一个主件 然后第二个字段 username username字段 username字段呢 用户名 用户名一般情况下 不会是纯数字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个 微差吧 因为用户名可长可短啊 所以微差 微差 类型 20 长度 这个那么可以让它为空吧 用户名没有地增啊 没有地震一说 地震一般只是数字啊 然后 呃 后面的话 来个 帕斯 wrd 密码字段 帕斯wrd字段 密码字段呢 是定长 CHEA 插 定长类型 定长类型呢 我们是32 长度 对 最大32 然后的话 这边呢 也不管它了 嗯 行 那就这样吧 咱就要求创建 三个字段就行了啊 不要求太多 不要求太多 嗯 出出来了 是挂了已经啊 行 那接下来的话 按照这个要求来啊 那么现在不着急在这里面敲 先不着急在里面敲 我们呢 先这么来 先按照这个要求 把这个语句呢 在这块里给它写一下 这个语句我们称之为叫 socal 语句 称之为叫socal 什么叫socal socal呢叫 s-p-a-n-d-a-r-d standard query language 叫标准查询语言 socal语句 跟数据库相关的查询 操作语句都称之为叫socal语句 按照语法要求 C-R-E-A-T-E creator 代表表明 下稿 然后括号是吧 写一行写多行都行 这个没有要求 你如果想好看一点就写多行 想不好看一点就写一行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 按照语法 后面的话 应该是需要我们去指定 列的名称是吧 列名称 列名称我们第一个列叫做 ID 然后呢 ID后面 注意是空格 印的括号 11 然后印的11 后面的话再跟着一个空格 NOTA NOTA 然后AUTAINCREMENT AUT ININCREMENT 注意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INCREMENT 没有我叫词 INCREMENT AUTAINCREMENT 自动替身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字段 很主件是吧 注意主件加大 主件是加最后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要加错了 不要在这加 行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第二个字段了 逗号不要忘了 分割一下 第二个字段呢 叫USER NAME USER NAME 然后 空格 VAR CHA 二十 然后后面的话 没了吧 没了 那逗号 第三个 PISWRD PASSWORD CHA X 32 后面没了吧 逗号 然后呢 PIMRY PRIMURAL K 主定 主字段啊 主字段叫ID 行 那其实到这 咱就可以了 那么把这个呢 给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啊 当然以后呢 在写的时候呢 不建议大家去 去这么写啊 这个大小写 被这个WORD文档啊 全给它搞成 手字这么大写了 看起来怪别扭的 P I 印它也是啊 I 嗯 行 拿了这个命令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了啊 复制一下 三顾来 没事啊 多行了 但是我没有执行 接下来呢 来 执行一下 Quarrie OK 你只要看到这个效果 只要没报 有法错误 那就恭喜你 你就创成功了 啊 创进多长时间呢 0.38秒 啊 这个速度 还是可以的 嗯 不用一行一行的复制啊 你直接把它全复制过来 然后呢 全暂停进去 因为他看到分号 才认为这行结束了 啊 他看到分号才认为结束了 那么分号就一个 在最后一个呢 啊 所以他不会立即执行的 只有当你按回车之后 他才去执行 当然你可以给他写一行 无所谓啊 你写一行也没关系 你写多行的话 你会看到这种效果 这个表示换行的意思 啊 表示换行了 好 Quarrie OK Quarrie OK之后呢 那么这个命令呢 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后面要创建 多个字段 我们只需要照这个形式 往后画就行了 但是创建表这个东西啊 不用咱操心 咱做运维 不做开发啊 不用创建这个表啊 知道有这么个命令 看到他能认识他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下面一个呢 就是DSC 那么刚才的话 我们创建了这个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把前面的给他用一下 叫show hyballs 一开始是不是 npn呀 现在是不是有了一个呢 那说明创建 成功了啊 行 这创建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查看 标 结构 叫 DESC 然后加上标明 为什么叫DESC呢 我刚才说描述一个表 描述 description嘛 DESC RIPTN 描述啊 所以呢 它是DESC 然后这里面会告诉我们 field field的称之为叫字段 有ID字段 一个叫Name字段 Password字段 类型 Type 数据类型 Int 11 整形 VX20 X32 是不是为Num 不为Num 为Num 因为我们第一个 是不是指定不为Num呀 K K就是键 P-R-A P-R-A 也就是 组键 Prime的缩写 然后default default是表示默认值 默认值我们都没有指定啊 所以不用管它 extra extra 看到的 而且这里面字段呢 的确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了啊 这是数据表的这块表结构的查看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呢就是 job type 也就是删除数据表 删除数据表的操作 删除数据表 d-r-o-p job type 然后下稿 if exrsts 这个是不是放错顺序了 job type 放错顺序了啊 在前面啊 表表明在后面 表明在后面的这地方就是 ef exrsts 大小写没有关系啊 大小写小写都可以 job type if exists 加上表明 走 成功了啊 成功之后我们需要去验证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了吧 没了啊 删除成功了啊 行 可以 好那上面的几个操作的话 一共是一二三四啊 这四个操作是针对于数据表 这个层面的相关操作 稍微 比较麻烦记忆一点呢 就是这个创建数据表 create table 这里面 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列啊 然后列类型呢 这些操作 所以的话要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但是其他的像dnc啊 job啊 create啊 这些命令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